大家好,我在上期视频中专门谈到了关于 此次湖北洞与灾难事件中所涉及到的高铁、高速、汽车以及相关人员中所面临的考验和灾难 其中也提到了一些关于防止类似灾难发生的一些方法 其中也专门提到了将实施容血迹的工作放在重中之重的建议 视频播出以后,感觉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重视和呼吁 更多的是,人们还是将关注的重点集中在人们所经历的磨难、救灾和对政府以及交通管理部门的抱怨上 曾然,对于此内已经发生的事件,人们也只能救世轮实 但是,遇知前世因,尽身受则事,遇知后世果,尽身作则事 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上找到此次血灾所造成的主要原因 和拿出切实可行的预防措施 而依然只是停留在头痛一头、脚痛一脚的临时抱佛脚的思维上 显然并没有找出问题的根源所在 类似2008年的事件还会发生 类似2024年的状态,依然会是2028年的灾难重演 而下一次,再在湖本发生同样冰雪灾难的恐怕还是难以避免 为此,我想结合美国对于冰雪天气的高速道路的管理的经验和方法 再次提醒湖北以及全国其他的湖北以北的高速公路的管理部门 于冰雪暴雪气候应该如何提前防患于魏元的建议 大家已经看到,当下湖北冻雨所造成的灾难的主要原因就是 冰雪路面的车辆无法正常通行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车辆为什么无法正常通行呢? 难道仅仅就是因为冻雨所造成的吗? 面对着自然灾难所带来的冻雨 难道我们就真的是无计可施而束手无策了吗? 但我从一些视频中看到一些人啊 用铁铲在清除路面的鸡兵时 不禁让人感慨 难道我们面对冻雨真的就只能被动挨打了吗? 关于如何预防冰雪和冻雨这个问题啊 突然让我想起了人们在预防脑膜炎这个问题上 所采取的一些方法 众所周知啊 脑膜炎是一种流行性的疾病 它在儿童的传播中啊非常严重 那么我们预防流行性脑膜炎的最佳方法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提前打疫苗 并且呢 将此项工作纳入到儿童健康发展的必备措施 这也就意味着啊 我们有专门的医院 有专门的医生 准备了专门的疫苗 来防止啊 此内传染病的蔓延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发现 一旦疫苗准备好了 一切问题也就人人解了 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当我们面对着可以通过天气预报而提前预制的冰雪袭来时 永血剂就是防止路面冰冻的最有效的疫苗 关于盐如何融化血的科学问题啊 我在这里呢 就不再赘述了 因为永血盐能够降低水的冰点 使水在零下的温度下也不易结冰 积雪和冰面更容易被清除 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啊 就是因为这一层永血盐 其实啊 就解决了我们当下所有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 谁来负责准备这些永血盐 谁来负责施杀 更为关键的是啊 谁认识到了这些永血盐的重要性 谁拿出专款来准备这些永血盐 看来啊 这些问题才是造成此时动于灾难的根源所在 对此啊 我专门介绍一下美国对于冰险严寒天气下的高速公路的管理 应该说啊 美国的高速公路以及车辆不比中国少 而极端的天气呢 也非常多 所以美国呢 早就把预防冰险天气下的高速公路的畅通工作 纳入到了高速公路的日常管理工作之中 包括啊 四个方面 第一呢 就是每年呢 必须拿出固定的预算来进行永血盐的储存 第二就是 有专门的机构来研究这种永血盐的技术成分 以及对路面和环境的污染及破坏 将其控制在最小的程度 第三就是 高速公路部门呢 有专门的人员负责此项工作 并随时结合天气预报的情况进行提前操作 第四呢 就是将此项工作委托给专业的第三方来确保撒盐工作的即时安全和有效 比如说如何保证在冻雨没下之前或者说血没有被压死之前来撒盐或者说撒多少盐 这些啊都是一些非常专业的工作 所以啊需要专业的人员和专业的部门来完成 在美国啊有大约70%的政府工作 大约90%的公共社会服务 全部都是通过第三方的服务外包来完成的 至于外包是否会形成垄断和关系 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即我们要用底线思维的方式 在服务外包与预防腐败的选择上 无疑呢要优先选择服务外包 而涉及到腐败问题 则需要从制度上法律上管理上来促进完善 而不能因为可能出现腐败或者麻木不仁 或者素质高可 结果就是啊高速公路的投资划掉了 收费入账了 但是管理呢却是漏洞百出 偷工减料 从而导致啊本科业预防的自然战害 长期得不到解决 甚至啊将一项必答题搞成了选择题 最终呢成了一项可有可无的送分题 因为在高速公路的管理上啊 我们过去呢只是重视建设或者简单的维修 其实啊高速公路上有很多的隐性管理 比如沥青添加剂类类似于房屋内部的水管 有铸铁的有塑料的还有黄铜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给冬季的高速公路上准备溶血剂呢 现在看来啊我们的损失且不说车辆停留 耗电耗油以及人员的时间和精神损失 仅就直接的物质消耗损失也在百亿以上 大家想一想 如果我们事先将溶血剂纳入到每年的高速公路的管理费中 确定长期的服务机构 制定严格的考核标准 明确各方面的指责范围 虽然不能阻止冰雪和冰雨的发生 但是啊完全可以防止路面结冰 并且足以保证道路长通 这种磨刀不误砍柴工的做法 这种防坏于未远的举动 难道不值得我们深刻的反思吗 由此可见呢 面对着一些突发情况及灾难 很可能啊 是考验一个地方的管理水平和管理能力 这次湖北高速公路的瘫痪 真的是让人开眼了 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 只要在下雪之前呢 提前撒上溶雪剂 就是冻雨来了 也不会形成那么厚的冰 在北方开过车的人都知道啊 我们冬天的油箱都是要加防冻剂的 也就是说 如果在下雪之前 我们撒上了溶雪剂 就好比在冬天的油箱里啊 加入了防冻剂 这样的话 冰雪到来以后啊 我们的道路上就不会结冰了 后续的一系列的灾难 也就不会产生了 好了 我上述所说这些内容的目的啊 其实只有一个 就是啊 如何防冠于未原 因为阻碍我们前行的 从来都不是问题本身 而是我们对问题的看法 就是我们如何把冰天雪地 看成是威胁高速公路行车安全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并且拿出啊 足够的经费来进行提前预防 这种看法比冻鱼本身的问题要重要的多 现在看来我们很多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不是因为它的衰落 而是因为它的昌盛 不是因为它没有作为 而是因为不知道它作为到何时为止 我们今天高速公路上所出现的一些问题 不是因为高速公路的衰落 而是因为高速公路的昌盛 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作为 而是因为啊 我们不知道如何去作为 一场冰雪所引发的灾难 很快呢就会过去 但一场冰雪留给我们的思考 却永远不会停止 本来十分简单的 认识到溶血机的重要性 就本可以预防的灾难 我们何时才能纳入到我们的日常管理之中呢 这才是这是冰雪 给我们带来的最为沉重的心理灾难 好吧 今天的话题呢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